相信各位最近不管走到哪 一定多多少少都会跟别人聊到 与肺炎有关的议题 这点在游戏界也不例外 但近日却有台湾玩家 应在游戏中的公屏打下武汉肺炎 而让账号直接被封锁十年的事件 由中国工作室开发的 剑下情缘网路版3 日前在台湾代理的台服游戏世界屏 爆发了与肺炎有关的言论争议 数位台湾玩家应在公屏打出了 好的中国武汉肺炎 进而遭到了中国原厂以 宣扬疫情不当言论为由 与台湾代理商协议冻结玩家账号3650天 引起不少玩家不满 根据中国原厂后来的公告中表示 在台湾区代理营运的游戏频道中 有用户恶意发表了与疫情相关的不当言论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而台湾方的代理商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在协议的情况下 原厂若还坚持要规范 不合于台湾既有的言论环境 代理商将不惜终止合约 停止与中国厂商的任何商务合作 随后也火速发布了游戏预计 将于5月5日中午停止营运的公告 虽然整件事的石墨能够探讨的点 真的非常多 但就结果论而言 这事件连带影响到的 不只有这群在公开频道打资的玩家 而是全台湾的玩家 总之不管这起事件 后续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后续是否有其他游戏 也有可能连带受到影响 还是希望所有台湾玩家 都能平平安安度过这次的疫情 开心自由打游戏 电玩战事会 我们一样明天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